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克强就像死了多长 走了多长时间似的 我们从几个主要的标题上去 跟大家分两三期节目 跟大家分享他带来后续的一些问题了 因为人已经没了 这样的话会引发的一种不同的说法 在我个人眼睛里 其实是一种重复 相当重复的故事 在这个直播当中 谈的比较全一点 但也有重点 所以因为人们很少有这么关心的 整个这个氛围的过程呢 可以对比成当时的胡耀邦 胡耀邦的死亡 跟周恩来的死亡 但是更像周恩来 不像胡耀邦当时的死亡状况 但这几个人的特点都是 反对当朝的 就是当时的权利者 民间的反馈是反 就是反对当时的权利者 而不是别的 跟他概念有稍微有点 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是民间的压抑的成分在里面 在今天的社会中会有多大的可能 我回头跟大家分享一个 在周恩来的年代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那个书有叫天文诗超 天文诗超 那是比较民间 就很很像现在 胡耀邦的时候 不是 胡耀邦主要是学生起来的 你现在的学生根本就 现在整个氛围 就是学生的氛围 没有任何参政的氛围 没有 那他特别是在大数据的背景之下呢 把那个东西都基本毁掉 你看不出来的 我眼睛里 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基本上他的实际的状况 这些都是在推特上看到的 一些比较 相对来讲 我以为听起来看起来 基本和我们能够积累的资料 比较顺理成章的 一个是他死亡的情况 27号 他死在叫曙光医院 那曙光医院是一个 他比较特别就是说 他是个中医院 所以这是被人们比较质疑的 就当时为什么送到中医院 那在并不是上海大医院 所以这个就中间出个差错 就是为什么 以他条件来讲 他住在东郊宾馆 东郊宾馆是 这个上海最大最新的宾馆 其中在他的东部部分的 完全接待他们 所以李克强自己爱游泳 大概就这样 他到了之后去游泳 然后就就完了 然后基本的说法就是 等他送到医院的时候 这个人已经死了 所以我们看到后续的一些故事 比较正常 但唯一的蹊跷的问题就是 为什么送到曙光 他是个中医院 不是一个正经八百的 曙光医院下午两点到四点 比平常多 然后二十多个警察 然后检查手机等等 外媒确实说应该是联合早报的 等到下午点钟 就基本撤掉了 27号下午点 他死亡的 这是27号 他死亡的时间呢 是这个 27号零时 所以应该讲 在他上午的时候 人还在 就是尸体还在 这个医院里面 等到下午的时候就运走了 实际就就就 就已经运到北京了 刚才我一会跟大家分析 他人已经到了北京了 所以应该就 其他就没有了 上海其他医院没有警车 出租车在下午两点半 收到消息 南普大桥往普西 暂时关闭 李克强 总理的遗体 东郊民馆 东郊宾馆出发 送到虹桥机场 被拉到医院时 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个 从他接到消息里面 就比较 有点蹊跷啊 因为 曙光医院 可能在 东郊宾馆的边上 那 因为他讲 遗体是从 东郊宾馆出发 那一来一去啊 进了医院又出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疑问 跨度的疑问 但想来应该 不是很大 原因 就是他最后那句话 拉到医院的时候 就已经去世了 所以不是说 中间耽误了多长时间 没有 没有 他没有提 这是我们看到 比较新的 就现在的消息 如果你一定分析的话 当然会有 这种分析 网络上很多了 不太相信 因为不太相信的 一个是心脏病的问题 和中间有什么阴谋的问题 你让我评价说呢 我个人觉得 很难 很难说 真的有点 有点难说 时间上 给所有评论的人 留下了一个空间 但他 所以李克强本身来讲 我还是跟大家解释 他没有任何力度 就是他没有任何能力 没有任何力度 对习近平造成威胁 这个没有的 中间说出现了耽误 非常有可能 那耽误的原因背景 说一定耽误他 杀了他 我不太接受 耽误是有可能 但杀了 为借刀杀人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 这就质疑的 上海这么多 一甲二甲三甲 什么时候轮到中医大学的 附属医院去抢救 开玩笑 如果属实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 潘金莲给武达梁 喂药子抢救 抢救性质是一目了然的 我个人也不太想去否定他如何 他距离东郊宾馆最近 没必要这个舍近求远 说那个人说以前去过 那地方很菜 那有可能 所以这就是 这我想说这是争论 大家讨论 可以接受 你可以不接受 对于我说来讲 不是任何问题 那这个是他最后一次演讲 比较火爆的 这个我们不去 不去讲了 我们不讲这个故事 那另外一个故事就是 媒体报道 二是新京报 晚上八点就报了 晚上八点零九分 是 我刚才在直播中已经 介绍过 他实际人就早死了 那后来做出的这些事情 跟就是整个新闻 所有都已经报 为什么跟最后通报 是二十七号零时时分 肯定跟家属有关 跟家里环境家属 跟抢救有关 所以你可以 刚才那个报道很简单 二十七号的中午上 尸体还在曙光医院 所以他就 他应该实施抢救 只要他不把管的 人还死了 但他不把管的 那你就不能说他死亡 所以他是一个 有着足够时间商榷的 我们原来说没有时间 但现在知道 有足够时间去商榷 处理的状况 大家就这么 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了 李克强的 这个他的复告的规格 跟李鹏一样 但他比较有趣 就是他放在了习近平 跟李强的会议之后 习近平的政治局会议 跟李强的中亚什么领导人峰会之后 这是他报道 在这点上 你可以到中宣系统的本身 不会让 没有让李克强消息放在上的 他们没有任何人敢去惹习近平 没有 那李强消息为什么放在上呢 如果习近平在上 李克强死在下 就这么完全紧挨着 太唐突 所以李强的新闻在上 是被绑票 然后李克强死 那本身习近平对李克强 不是很 不是很那个 第一个第二个 他应该没有反应过来 他没有反应过来 民间对他的因为李克强的死 人们对他的 对 转而对习近平的愤怒 憎恨跟愤怒 是明确的 这点跟周恩来当时死是一样 出现天安门失超 那些失超 有些人现在可能还留着 那是非常 非常火爆的一段 主要当时是以北京首纲 作为主要 当时也镇压了 这个是北京的公安镇压他们 有没有武警 忘了 但当时是镇压 所以跟8964当时的状况 有着类似可比之处 但是主要是外在社会 但是现在都是有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因为没有 没有互联网 没有这种 人的这种IT的这种监控 现在有的IT监控 即使有人想干嘛 都会被扼杀在摇篮里 所以这是习近平 这个人的信心了 有个跟习近平唱反教 这就无所谓了 这个是东郊宾馆 那有多大的准确性 是另外一回事 我想应该是他从 一些就是 这些都是媒体人了 自媒体人 他能够找到 他介绍了一下说 东郊宾馆最新最大 南楼不对外开放 所以是十一点钟出现的事情 他在游泳 那这是官方的 可能官方游泳池 那南楼的话 自己是不是配有游泳池 如果不对外开放 那像这种当官的 这么大官的 不一定配这种标准的游泳池 不一定 我只我们只是推断 因为目测起来 这是标准游泳池 所以他如果不对外 应该是另外一回事情 这是到达北京 整个邻车今天的下午 从时间上讲说 五点多差不多 上海飞北京 一个小时吧 到北京当时的样子 等于那就要过头期了 肯定给他办设计 据说习近平是 智商委员会的主席 是什么东西 whatever 这个 就是一个时间点 送这个 在合飞的故居 很多人去送花了 这个是 是比较常有的 但是这种送花的场面 就像我跟大家解释 给我感觉更像 像周恩来 就是整体的氛围感受 你一定问我为什么 因为送花大多数人 没有经历过那个 整个社会的氛围 跟权力的氛围 是类似的 到他故居了 这是同样的 这是都是今天的 这个是 这个他报的时间 比较已经天黑了 就是 晚上七八点钟的照片 这是一个比较早一点的照片 林生亮这个人是网络上的 主要是讲述了 以后再也没有人告诉你 收入一千 人有六亿人 月收入 所以这就是留下这句话 一句话 是人在坐 天在看 苍天有眼 另外一句话是这个 这两句话呢 是满对习近平要命的 他揭示了一个真正人们抗辩的 就是老百姓愤怒的一天 他借此愤怒 能够展示出什么 说心里话 我自己依然不再看好 所以这是一种民间的氛围 到底能说明什么 也说明不了什么 里面真正他的看点 就是在新闻联播上 他比较靠后 那民意观隔开了 那作为习近平来讲 他我不认为他会太在乎这些 不可能不在乎 但你说他一定要在乎多少 因为李克强一直没有在他心目中 有一个地位 没有 那而所谓的在海外舆论的 这个这种风波过程中的 习近平其实不太怕 我不认为他有多害怕 因为海外他本身就是关上国门的 他怕什么你海外 你随便让人生什么都无所谓 那而他真正惧怕的 我相信他的迷信的说法 会比较惧怕 那所以这里面就讲述他 另外一个东西 如果让我总结的话 就是李克强的死 来得极其突然 措手不及 极其突然 在民间社会中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这份冲击 你应对的是他在社会层面上的这种掌控力 我自己愿意把它对比成命运 这是我们节目中讲的 他的特点只不过是这样 李克强家里面不会太怎么样 这个这个他他给的评价在那里 他们也不会家里不会闹出什么来 也没有能力去闹 现在 那而他引发的其他高官 我觉得这个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 非常大 是一个不可预知 不可预测中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